音乐 发生什么事 台湾神明为何做日式神教 那时候我们台湾西亚案 有发生文艺 信众都来求神明 然后看能不能把文艺解决 他的方法就是 先让他们开门 平时这百姓的 就很高興說 要賺相名的世界 要擴大慶典 那當時 日本時代 所以就跟我們相名的室身 跟日本那邊的警察溝通 然後就是做一點日式神教 來變成好像是日本的慶典這樣 少女婦齡 這裡的媽祖會流淚 老姨媽在這裡的身材裡面 一般我們都沒有參觀 沒有地方都在外面看 我們今天就要去看一看 好笑 因為那時候 老姨媽來這裡看到老姨媽的時候 老姨媽在這裡 這集台灣百妙 我們前往台中 尋找一位做日式神教初尋的台灣神 還要深入三百多年歷史的 萬和宮內殿 探訪傳說中會流淚的媽祖神尊 這背後有什麼不可思議的故事 鎖定今天的節目 你就能得到答案 在台灣民間信仰和宗教活動中 神明乘坐神教初尋 是你我再熟悉不過的畫面 但是你知道嗎 傳說在中台灣有一位神明 他初尋坐的神教 和我們平常看到的很不一樣 全台灣目前只有這麼一鼎 與眾不同的日式神教 台灣神明為什麼會做日式神教 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耐人尋規的故事呢 跟著百妙團隊出發台中豐原 我們一起去尋找這位 坐在日式神教裡的台灣神 來 風原本身就立名叫胡蘿墩 為什麼叫胡蘿墩呢 其實有兩個說法 因為說大甲溪沖刷過程 裡面形成三個土堆 那看起來就像躺下來的葫蘆 這是一個說法 那第二個說法呢 就是說因為以前 其實我們的原住民呢 有分做高山族跟平埔族 那這地方剛好是平埔族 巴塞 葫蘆敦社的所在地 所以在清朝的舊地圖裡面 你會發現 在這條街過去那邊 叫做葫蘆敦社 然後這邊是葫蘆敦莊 所以在清朝的時候 前往年代就已經被漢化了 那剛好有個葫蘆敦社 就是在那個地方 所以楓原這地方 就以葫蘆敦社的社名 葫蘆敦來當我們的舊地名 所以楓原的舊地名就是葫蘆敦 舊名為葫蘆敦的楓原 早期市區內有三座土墩 分為墩頭 墩身和墩角三段 導覽老師身後的這一座小土丘 就是當時葫蘆敦市區內 三座土墩中墩角的遺跡 旁邊我們還看到了一座土地公廟 這位土地公會不會就是我們在尋找 坐在日式神教裡的台灣神 葫蘆敦這個墩角土地公廟 它是有權台灣獨特 那你會發現那個石獅子 其實它是日本神社留下來的破犬 所以這是楓原等於是 墩角土地公廟比較特別的地方 導覽老師所說的破犬 就是墩角土地公廟兩側 看起來像石獅的兩座石雕擺設 尾巴尖尖翹翹 身上有特殊花紋的破犬 原為印度佛教典籍中的動物 佛教普及之後 變成了神社的守護神 而墩角土地公廟這兩隻破犬 本來是楓原神社的守護神 日本戰敗之後廢除了神社 因此被就地取材成為了 墩角土地公廟的建築元素之一 不過老師說 這位土地公並不是我們要尋找 坐在日式神教裡的台灣神 而這位特別的神迷 究竟在哪裡呢 我們廟是往哪一個方向 往這個地方走 對 這邊是不是 是… 這應該是菜市場 裡面有廟 它隱藏在菜市場裡面 隱藏在菜市場裡面 而且這個地方是一個 以前就是一個穴 人家叫Holo Head 越燒越熱 所以在早期 人家說它剛好是火 剛好是往那個地方 所以市場的生意就很好 然後包括以前做生意的人 他們會把戲款 當天的戲款 然後用布包起來 然後當枕頭 當發生火災 就立刻拿走了 對… 所以人家說 越燒生意就越好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找那個 做日式神教的台灣神 就是在菜市場裡面 對 走…請跟我走 老師這席話更引發我們的興趣 隱身在菜市場裡面的神明 和日式神教 聽起來實在是太特別了 在這熱鬧吵雜的菜市場裡 真的有我們要尋找 坐在日式神教裡的台灣神嗎 隨著老師的腳步 我們彎進了菜市場內的小巷子 還真的有一座看起來 歷史悠久的廟宇 廟門匾格上寫著 城隍廟三個字 莫非傳說中 坐在日式神教的台灣神 就是這裡的城隍爺 我們現在所在地是 楓延城隍爺的城隍廟 那它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廟 在我祈勞訪談的過程裡面 那八九十歲 甚至將近一百歲的老人家都說 他們印象中 這個城隍廟就是很老的城隍廟 那因為廟地很小 所以每次要辦一些法會的時候 都會到外面的土地公廟借場地 那或許大家不知道 城隍爺他也是土地公的上司 大家還知道有個九二一大地震嗎 那時候我們很多人說 參陶 參北 土地公 正陶 正北 土地公 那他們就很簡單很柯然 用三塊石頭 然後把它疊起來 變成石棚式的土地公廟 然後結果九二一已經震垮了 他們可不可以隨便扶正 他們不敢 他們必須要來請示城隍爺 然後回去以後看日子 然後回去再把它扶正 聽起來這座豐原城隍爺廟 在當地一定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要說到廟裡的城隍爺 當初為何落腳在此 時間要推算到百年之前 也就是清朝那個時候 其實當時我們清朝那時候 有一個五世的信徒 他就簽了兩天 像鳳鴨說要倒海 再來我們台灣 那當時要過黑水高那時候 因為鳳鴨太大 鴨太有受訓 然後其中有一天 土地的成功也有受訓 雖然這樣 但因為要是清平安 過來我們台灣 那些信徒 他就要感謝 聖鳳鴨說的庇余 所以他就用那些 修順的 土地的聖鳳鴨說 重塑成八尊的城隍爺 然後原本還有另外一尊完好的 就是我們老祖 就頂帶給我們這裡 原本是騎鴨嘛 因為越來越興奮 從原本的民宅 然後慢慢演變成一間廟 然後變成大家所熟悉 這裡有聖鳳就是聖鳳廟 慢慢演化成 變成城隍廟這樣 百年前 由無姓鮮明公請來台的 泥肅城隍爺 其中一尊仍然保持完好的神像 就是目前豐原城隍爺廟內 供奉的老祖 平時鎮守在廟內 不輕易出門 我們到訪這一天 廟方為了讓觀眾朋友 更清楚看到老祖的髮像 特地將他由神看中請出 我們也幸運地和這位鎮守 豐原超過百年的城隍爺 有了近距離接觸 這天廟方公請出來的神尊 除了中間的老祖 還有老祖兩側的二王及四王 以及最右邊這一尊 當初隨著老祖 一起來台的第一尊 泥肅城隍爺 不過光是這樣 我們還是不太了解 為什麼會說豐原城隍爺廟的 城隍爺是做日式神教初尋的 台灣神呢 就廟宇的外觀來看 並沒有看到什麼含有 日本元素的建築或是神尊呢 之後回到日據時代 大概是昭和七一年吧 就是那時候 我們台灣西亞岸有發生文藝 那時候醫學科學不發達 然後信眾都來求生命 然後看能不能把文藝解決 那時候城隍爺就是託夢 渡海來台的五神的子孫吳丁 解除文藝的方法 他的方法就是 在城隍爺開藝堂 這個藝堂就是 替那個草店 挑藝草 然後來抵制文藝 之後就是平時 百姓就很高興 就說 要賺城隍爺的世界 要擴大慶典 那當時 日本是在 旺民化嘛 沒有文藝 其他民俗文化嘛 所以就跟當地的士生 我們城隍爺這些士生 然後跟日本那邊的警察溝通 然後就是用做一點日式神教 變成好像是日本的慶典這樣 日治時代 為了感謝城隍爺幫忙平息瘟疫 又礙於日本政府不鼓勵台灣的民間信仰 於是當時廟方特別定製了日式風格的神教 恭請城隍爺出巡繞境 使得豐原城隍老爺 成了全台灣唯一一位 乘坐日式神教出巡的台灣神 這位紀大哥 是負責抗日式神教的神教班長 看到我們來訪 他熱情地號召神教班的成員 說要讓我們親眼目睹 台灣神座日式神教的奇特畫面 現在要撒館 來 等下啦 後面再出 兩塊錢 主地兩塊錢就兩塊錢 所以現在的腳要先移 一千要先移 來樓上 這個要兩塊錢 這去找一塊錢 我們這個教班抬一個教 要十六個人抬 然後有八戚球股 所以組裝出來一個景製 然後有十六個人在抬這個神教 十六個人一起抬一個神教 你們在練習的時候 或是說在繞境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或是你覺得最難的地方是什麼 最難都是高崖的問題 所以我們神教綁好了以後 然後要再尬籤 尬籤就是每個人 那個神教的高度 每個人的高度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先尬籤 尬籤之後 才知道高度才會平均 這樣 一般我們常看到的神教 多是四人或者是八人台 豐原城隍爺廟這頂日式神教 居然要多達十六個人才能夠扛起來 所以扛教的時候 教班人員所站的位置 一定要按照身高排序 好讓神教在行進時得以保持平衡 組裝完畢 接下來就是要擲筊請示城隍爺 能否讓我們拍攝這全台唯一的日式神教 請神上教及扛教練習的精彩畫面 新鴻鴦公 今天要在四個四台電視台 要來幫我們插筊 要來請四鴻跟我們 大魚來請教 來打平 插筊 插筊 這樣 然後你就先揹 先揹 實在是太幸運了 新鴻鴦公立刻就答應了我們的請求 公請四王和大爺二爺上神教後 十六位教班人員也按照身高排序就定位 究竟這日式神教要怎麼扛 十六個人扛教 真的不會手忙腳亂嗎 老魚在家庭的身上 一拔我們都沒有三拔 我們全部去老魚看看 看起來很好吃 因為那時候 老母子來這裡看到老魚母的時候 老魚母的弟弟在這裡曬 來 究竟這日式神教要怎麼扛 十六個人扛教 真的不會手忙腳亂嗎 跟他一組 這樣高的數字就出來了 跟他一組 這樣高的數字就出來了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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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笑 笑 笑 ? 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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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指挥的时候 我靠我手上这些军备在指挥的 然后我指挥的时候 我这个是转 就是我那个神教在转 然后这里是前进 这里是后退 然后16个人都是看我指挥的 这样而已 班长手上这个形状像芭蕉扇的军备 是日本古代军师将领指挥 作战时使用的一种扇 因为教班也如同城隍爷的兵将 所以当年丰元城隍爷庙 这顶日式神教启用时 前辈们就采用军配 作为指挥神教用 而组装完成后 呈现锦字的教感 也让这顶日式神教扛起来 架势十足 日本神教跟我们一般的 廟宇的神教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说 因为我们一般廟宇的神教 是只挥的而已 知道吗 所以就有八人在挥的而已 我们这基本神教 它是打起来像一个秦司神 所以说得挥的就要16个 尤其面上有一个姻 因为那些姻的代表意思就是 我们在说就是王哲思峰你知道吗 因为应该就是有那个凶门 或是说有那个王哲思峰 一般城隍村门的时候 就是寄起来一定要寄出去 所以说我们在寄出去就是说 城隍寄起来的时候寄起来 寄起来一定要在山边 山边边那些 我刚才看扛到最后 大家有把整个神教往上 这样子往上抬三下 那个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那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说 一般我们在摆楼的时候 是说这样是不像是受丹调而已 那也招起来的时候 不像是在欢呼 那种动作 这一点日式神教不止在 每年的农历6月15号 城隍爷圣诞绕镜时会出动 其他宫庙的庆典活动里 有时也能够见到 风源城隍老爷 乘坐日式神教出巡的威风画面 除了神教造型特殊 教班人员浓浓日本味的服装 也相当吸睛 教班制服的设计者高伦宏 三岁开始就和风源城隍老爷结缘 伦宏和神明的缘分不止如此 年纪轻轻的他居然是神明交通工具的制造者 你现在要带我来这里是哪里 我带你来我们家 我们家的在做手工的定教 手工的藤教 对 是给神明做的教子吗 对不对 我们家的在这里 这是我们阿公 阿公 你好 你好 所以我们这个是从阿公这一代就开始做的吗 对 阿公生我们第一代做定教 到现在已经做六十几年了 阿公因为水位 伦宏口中的阿公 其实是太太英勋的阿公 从十八岁开始编织手工藤教 一直到现在八十五岁了 阿公为神明编造藤教 超过六十年的时间 凡是要求完美的他 还发明将藤条染色 编造出彩色藤教的记忆 但这项家业却因为 产子不产女的规矩 差点中断 身为英勋的另一半 文宏决定扛下这个责任 我以前是在做设计中的行业 做了很多年来 想说要自己去创业 跟太太讨论了 太太就说 因为他出事就看阿公在做神教 阿公他后 他现在就没做了 这样这个人教的行业 就又减去了 又减一间在做 太太觉得很可笑 所以想说 既然我们有设计的 对这也都有幸福 我们对 廟 神明 这也都有相当的事 有点理解 不然我们来 试试 但是要试试 也是要经过阿公的同意 所以我们就 我们两个老婆 就走去找阿公 跟阿公来顺问 看阿公有议员 要给我们教 没有 阿公是说 这个东西很辛苦 没有 不一定说 我们做好 就有人来给我们买 所以我们也是要 要有一个 心理建设 就算说 我们学会要做 没有人来给我们买 不然 所以我们就想说 这样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 我们大不了 就是把生股进行所缺 就是只开掉而已 如果真的没有 我们这个 想办法 这个又探神就好了 他那时候 跟你说 他要学的时候 你身内内 你是赞神 还是没赞神 有啊 有赞神 那你把他教 你觉得他好教吗 嗯 真的好教 他看就要了 他看就要了 对啊 阿公的支持 让伦宏更有信心 他全心全意投入 手工藤教这个行业 不管是传统大型藤教 还是他设计改良的小型杯教 编造出来的每一项手工藤教 都是他为神明服务的心意 也有他为七小拼搏的爱意 这个编把就是那时候 跟阿公学的是不是 对 对 这个这个形体 算是最传统的一个形体 这个形体就是说 它的外表的形 好像英国国旗 生意 还有打扎的这个 所以阿公 他那时候 他那时候都说 这个贵楼 叫做国旗花 这样 所以做这段很有耐心 你就做到这个椅子上 要做非常久是不是 对 做新疆就是变成要坐 一趟一趟做 对 也不 因为有时候我们做做的 鱼鱼还要做 怕说 把刚才扁到这条 我们待会再做 我们待会再做 没用后再做 你如果说又撑不到一条 不然 我们就要一直 一条一条 一条一条 再拖下去做 这样 辛苦的不只有每天超过十小时的工作时间 还有随时可能受伤的潜在危险 像我们现在在鱼 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是要出来鱼 如果鱼的角度不好 假设说针头去扭到这边的 这边的来来的地方 我们在家里 就是流血了 也有整一边 到那里 就是在干枉上 就流伤到 你就觉得 好像转流到这样 那里的火就直接就出来了 轮红的辛苦 另一半音轩全都看在眼里 身为邻家长孙女的她 从小就对阿公和家里的手工藤窍事业 有着浓浓的感情 老公为了自己承接家业的这份心意 对她而言 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老公愿意回来做 我想要是对你 不管你对她 对 或是说身为一个 你说你是长孙女 是 你自己觉得她愿意做这件事情 你是什么想法 那时候其实还蛮感动的 因为如果不做的话 就真的就没有了 对 你很感动你有跟她讲过吗 应该没有 对 所以她愿意回来做 其实你是 就是会觉得 至少这个东西我从小看到大 然后我不是这样就没有了 对 对你们来讲 你们现在也有下一代 对 你自己也有小孩了 你也会希望说孩子 也要这个理由 当然会希望 所以她在做的时候 小朋友就是待在旁边 会希望一起教一起学 就跟我从小的时候看 阿公在做我的时候一样 所以你是很谢谢先生愿意 对 对 传到伦虹身上已经是第三代的手工藤教 在她和太太的努力之下 希望能够向下扎根 继续传承到第四代 甚至第五代 风源的城隍信仰 让我们看到居民守护传统文化的用心 也难得捕捉到台湾神明做日本神教的精彩画面 不过据说在台中 还有另一位神明也很值得探访 流传超过200年的传奇故事 就发生在台中南屯老街 南屯最早其实称为梨头殿 后来真正开发南屯地区 是一个重要人物是张国 那张国在康熙49年的时候 他帮梦乌厕班人缴了240辆的翻响 所以取得了这个地区的开墾权 他就号召内陆地区六个桌 惠桌、潮桌、嘉英桌、丁桌 这些地区的人来开墾 那为了因应开墾的需要 所以就有一些 譬如说农具的制造的需求很多 然后贩卖农具的也很多 所以这一条街 再加上后面的南屯街 这些地方就很多 制作农具的打铁铺 跟贩卖农具的地方 梨头是农民耕种时用来翻土的农具 早期南屯这里因为开墾所需 制作梨头的打铁铁铃铃 所以就名为梨头殿 是台中最早开墾的地区 南屯老街上的万和宫 更是当地助力超过300年的信仰中心 万和宫是共同天生姓母 在空虎23年的时钟 就是由我们中国中兵 要率先他的乡亲来台湾开墾 所以特别选这个地方 南屯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选择他的乡亲 借尊来这个地方开墾 那时候就为了 这个要来行准的安全 所以就去梨州加一个妈祖 来口纯 来这里开墾 所以到幕前为止 万和宫有330万人的历宿 那是我们台中市历宿最悠久的一间庙 当初来开墾的都是 将州担州来不一样的地方人数 所以他们为了要大家 共同来开墾这个地方 所以万众一心来合作 来开墾 所以合作万和宫 三百多年来 万和宫在当地居民心中 有不可动摇的从高地位 除了老大妈的林彦世纪不断 这里还流传了一个18岁姑娘 傅林在万和宫老李骂神尊上的故事 更神奇的是 传说中被少女傅林的老李骂 竟然有泪痕 听起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在征得董事长同意之后 我们的摄影机准备深入万和宫内殿 一读老李骂的真面目 因为我们老李骂在家庭里面 一般我们都没有人参观 没有那个地方都在外面看 我们今天要去看看 好事 山上有一些盗匪 会下山来 抢劫杀人的时候 常常有一位手持墓葬 满头白髮的老翁 出来厚阻他们 康熙觉得这件事情还满有意思的 所以就视这位老人为开山汉林 好 因为我们老李骂在家庭里面 一般我们都没有人参观 没有那个地方都在外面看 我们今天要去看看 好事 就是这尊最大尊的这尊 老李骂是软身的 他妈是真正冷的他妈 人的头发 我们都经过口都经过苦经过 真的是太珍贵的画面了 平时供奉在万和宫内殿的老李骂 能够透过我们的镜头 将它庄严慈祥的法相完整呈现 细看老李骂的脸颊 似乎真的有泪痕斑斑的模样 董事长告诉我们 这背后其实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因为当初中部地区 历史上区是万和宫 所以大家都来这里拜拜 因为会非常的丁凌 有的人要带妈祖去世 还是要去拜拜 所以定点的妈祖都不可以带 所以就由来开困的庄 因为丁凌十20岁来提倡 渡一段马祖 让所有的信仰可以牵她比 不能巴 então 所以在高县9年的时候 100,000天 ślibed 快钓cribe 從老二嬤來完成 老二嬤要開工店的時候 在西敦大西堤 有一個塞料的銷利 對他們家要來看開工店 在碼樓獨到一個月十世 我們現在所謂這個月十歲的人數 這個銷利料 銷利料品量 跟這個月十世說 你回去跟我們爸爸跟媽媽說 跟我們老婆老母說 我們家的幾個月有兩個人 你叫他們爸爸跟媽媽不用煩惱 所以這個一月十歲 當他們大姨在那時候 就發言說 他這個銷利已經幾千了 他們爸爸 他們老婆和老母就覺得 他怎麼又看到我們女兒子 所以就去幾個月 看他們這個銷利料品 其實有兩個銷利料品 有一個人 他們老母就是 到底老婆神尊上 他就來南東看 這輪老婆 這個看的時候 老婆老是地目色 所以這個是很傳奇的 相傳 當時新宿的老黎媽神尊 在廖姓少女母親來到萬和宮時 竟然奇蹟似的滴下眼淚 這讓大家對廖品娘 婦齡在老黎媽上的傳說 更深信不疑 而至今萬和宮仍舊保留 每三年陪伴老黎媽回廖品娘故鄉 西豚醒清繞進的傳統 因為西豚沒有媽祖廟 他們又信奉媽祖非常虔誠 所以就有點說 比如說讓老二媽 農曆三月的時候 媽祖誕辰之前 就回西豚醒清 那沿途繞進各個村莊 就是西豚的各個村莊這樣子 我們這邊媽祖的神像很多 主要也就是因為在繞進的時候 就會把這些神像分身 每到一個村裡 就會放一尊在那邊 讓信徒膜拜 那第二天回來的時候 再把它這個請回來 老黎媽回西豚醒清繞進的傳統 自嘉慶年間一直延續至今 在民國101年 登陸為台中式民俗類文化資產 顯見這項宗教活動的重要與獨特性 導覽老師告訴我們 過去老黎媽回西豚實成做過的一頂神教 還保留在萬和宮文物館裡 機會難得 快隨老師一起過去看看 我們這裡老二媽回西豚 我們這裡老二媽回西豚 繞進的時候 這一座教曾經就是老二媽的代步工具 所以它的年代也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了 我們也做了一個可以讓大家來弄餅咖的 高度寬度來讓大家弄一下餅咖 坐落在萬和宮文化大樓四樓的文物館 保留了不少廟裡重要文物及早期生活器具 再走到中央我們看到一座雕工精緻的教子 但裡頭放置的卻不是神尊 而是一紙香爐 這是有什麼特殊用意的嗎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教是香爐教 裡面所製放的是一個銅製的香爐 那這個製作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兩層 我們很多的教育的製作 那都是格樓式的 一般只有一層 它有兩層 上面的雕刻很像廟宇的建築方式 譬如說它底下有那個倒掛的蓮花 上面還有龍頭所敲起來的屋極 那這個香爐主要的作用就是掛香的作用 掛香就是說原來我們這座廟 是從主廟分林出來的 那這個這裡的主事者 為了增強這座廟的靈力 就帶著這個香爐 然後回去主廟 在那個主廟的大香爐裡面 咬一些香灰放進去 然後帶回來 結合離頭店歷史 也富含在地文化資源的文物館 使萬和宮維護本土文化的用心 而這座百年大廟 不只是當地信仰中心 據說在日治時代 萬和宮還曾經化身為 臨時的神明收容所 要了解這段故事 就得前往這間離頭店覆的廟 當地的居民認為這是土地公寫廟 然後出來救助他們 所以就對土地公這個非常的尊敬 祭拜 後來張國來到這裡開發之後 回到內陸去那個什麼呢 把這件事情敘述給康熙皇帝聽 康熙覺得這件事情還滿有意思的 所以就視這位老人為開山漢林 然後又視給他兩位文武判官來保護他 老師所說 康熙皇帝赤風的開山漢林 坐鎮在離頭店覆的廟神龕鎮中央 因為張國進京受封時 年紀只有39歲 為了不掠張國之功 所以開山漢林兩側的文武判官沒有胡須 也成了離頭店覆的廟的一大特色 不過我們還發現 這裡的土地公神尊 竟然多達十尊以上 這難道是有什麼特別原因嗎 不過我們還發現 這裡的土地公神尊 竟然多達十尊以上 這難道是有什麼特別原因嗎 我們就是因為受到那個 日本皇民運動的壓迫 所以我們把那個我們在地的七尊的土地公廟移到萬樂宮 戰亂以後 在我們的社區居民大家的要求之下 我們就把那個原來的七尊土地公廟移回到我們的這個土地公廟來 那本來是七尊土地公 後來是因為大家相爭的要把他贏到贏回家去保平安 所以我們後來就因應這個信徒的需求 所以我們會後來再雕塑了很多的土地公廟是這樣來的 因應信眾需求多雕刻的土地公神尊 讓梨頭殿府的廟有了多位土地公一起辦公的特殊景象 也讓南屯老街更添特色 走在這一條歷史悠久的老街上 我們才發現 南屯老街充斥著令人懷念的老聲音 這裡是南屯老街僅存的梨頭殿 從目前86歲的阿公蔡慶龍街手經營開始 鋼腔有力的打鐵聲 就在南屯老街迴響超過70年 那時候南屯老街名叫做梨頭殿 這算正名 所以說要中華、要方圓 一台都要走一條萬物路 台中市要不台中市要走一條 我們配合農村的主殘人 看怎麼用什麼機器 來這裡三天 人桌看我這樣 還會記得你 年輕的時候做 事務、生活、是不是都會中心這樣 會喔 你常常在中心打火 湯到肉 湯到布會打槍 阿公回憶 群盛時期 南屯老街的梨頭殿有30多家 後來他把記憶傳給了兒子蔡天順 父子倆扛起這塊招牌 但和所有的老弟一樣 曾經風光逸時的梨頭殿 也因為產業變遷開始沒落 甚至面臨可能無人接棒的困境 那時候退伍 除去有做一陣子 說沒幾個月就回來了 那一陣子爸爸身體比較不好 然後他就有說什麼 技術要學 要趁早學 因為技術如果沒有學 如果爸爸沒辦法教就斷層 他是梨頭殿第四代的傳人蔡敬勇 是多年前因為不捨家中老店無人接手 毅然決然的回到家鄉 和阿公爸爸從頭學起打起技藝 一開始先磨刀 然後再來就做打鐵 打鐵也是一門技術 然後像說你要打左邊 為什麼一直跑右邊變形 不是我原本以設想的方式 就變成爸爸握著我的手上機台這樣打 然後說你看哪邊 看哪邊 因為門外海老一輩他們都說 看白癡看白癡 我就是門外海 我就看不懂 然後我爸會跟我說看哪邊 他的微妙的地方在改變 你是他回想那種過程 你覺得感覺怎麼樣 就感覺 那時候因為比剛出社會嘛 就變成爸爸會幫你 說一算天塌下來 他會幫你頂著啦 所以那時候就會 感覺就很窩心 你跟爸爸學的時候有爸爸舞台嗎 當然就 可是沒有像爺爺那時候 爺爺算是有一點接受到日本教育 日本教育的那個職人精神就是很兇 不管是對自己或對別人的學徒都很兇 然後爸爸是受台灣教育 就是比較循序漸進的啦 所以東西不一樣 然後像我現在做的東西 也是兩個師傅在教 所以他滿多人說我很厲害 兩個師傅我還可以撐得住 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樣 靖勇也有自己對事業的想法和創意 偶爾和阿公 爸爸 這兩位師傅意見相左時 考驗的就是他溝通的智慧 接手這些年來 他讓老店走出新風貌 阿公和爸爸看在眼裡 其實也有不好意思說出口的驕傲 他萬一學你們的感覺是怎樣 阿公你看盡量他願意回來這麼多 阿公你看盡量他願意回來這麼多 現在幫你做成這樣 你自己覺得怎樣 他如果不這樣也很高興 所以有高興他願意吃到 是啦 是啦 你是不是比較煩到蝦肉 蝦肉也不能太煩到蝦肉 要改進了 蝦肉我蝦肉不掉 回想在南屯老街超過七十年的打鐵聲 就像紀錄這裡的歷史演變一樣 老街的另一頭 還有另一種喚起兒時回憶的老聲音 要爆喔 令人懷念的聲音是不少人的童年回憶 爆出來的滴香或古物更是早期流行的點心 老闆陳東風自父親手上承接這間老店 純手工製作天籃米糊 五穀粉 黃豆粉等等 四十多年來 陳老闆家的產品 陪伴不少四五年級生長大 民國大概五十多年代的時候 經濟還蠻困頓的 所以很多家庭小朋友喝不起牛奶 所以VU的話變成一個庶民的選擇 這個比較平時 價格比較實惠 然後也比較普遍取得到 所以在這個時空環境之下 五十幾年次 六十幾年次的小朋友 很多都是喝這個長大的 那個時候是為什麼會回來接這個家庭 當初在台北出版社做工作 然後因為民國九十多年的時候 爸爸身體出了一些狀況 然後家裡沒有人可以幫忙 大概有時候剩下我而已 那時候如果不回來的話 這個店可能就要收起來了 所以還是考慮之下 就是回來把這個行業接手下去 那對你來講做這個新組 你覺得是什麼 是 就像剛剛講的 這個夏天非常的炎熱 而且這個沒有辦法吹電風扇 因為這個有火火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吹電風扇 所以天氣炎熱的話 我們這個等於是一個很煎熬的一個環境 嘴上雖然說著辛苦 但陳老闆還是很高興能夠將父親的心血 持續經營下去 雖然因為國人飲食西化 再加上嬰兒奶粉普及 店裡生意難免受到影響 但只要有客人 因為他用心製作的產品 嚐到健康 對他而言就是最大的安慰 大概來三年多了 然後是朋友介紹的 都會買回家裡 然後爸爸他們都會吃 那爸爸他們吃了覺得口感怎麼樣 就是他們跟你 吃了之後怎麼跟你說 就說吃了覺得對身體還不錯 感覺就是還蠻好的 看到食物比看到我還開心 有很多老顧客 他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古早味道 他們到處找不到 所以他們當找到我們這家的時候 覺得我們味道還不錯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最覺得欣慰的地方 而且有很多的小朋友 副食品不願意吃 他喜歡吃這個東西 這個反而解決掉很多新手爸媽的一個問題 這一行我不曉得可以做多久 因為有很多的困境 第一個少紙化 第二個大環境不景氣 第三個當然是這種機器維修的問題 因為很多老師傅的話 慢慢都已經凋零了 所以以後要找這種維修機器的師傅 恐怕已經不容易 所以慢慢的可能再過一二四年 慢慢的都會可能消失殆盡 我在想 只是說目前我們能做的話 就是盡量把它延續下去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客戶願意捧場 也是我們的一個榮幸 陳老闆這番話 應該也是許多老店經營者的心聲 他們堅守長輩傳承下來的產業 求的不是大富大貴 只求將家人的心血延續下去 這份堅持和用心 就跟我們走訪過的每一間廟宇一樣 人人都是盡了最大的努力 將心中最珍貴的信仰與文化 世代傳承下去 是這片土地上最無價的資產 對? 對!